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分析石油股,除了留意原油價格對盈利的影響之外 了解公司的石油資源儲備有多少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中初歌要認識儲量替代率這個名詞 所謂儲量替代率是分析公司的可開採石油儲量和產油量的比率 這個比率是反映石油企業的儲量接替能力 是油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 簡單來說,儲量替代率等於100% 即是代表新增的石油儲量 相等於開採的消耗量 儲量替代率大於100% 代表石油儲量的增加大於消耗量 有利油企的可持續發展 但當儲量替代率低於100% 就代表新增儲量不能完全彌補消耗量 代表那一年的油企的勘探活動不活躍 新增油儲量不夠多 對石油企業的持續營運來說 並不理想 舉個例子 中國海洋石油 在2015年的儲量替代率只有67% 當年盈利下跌了66% 直到2017年之後 儲量替代率從18%至上 盈利也開始反彈 總結而言 儲量替代率 衡量油企是否有充足的石油儲量 對往後提升產量有重要作用 是分析石油股的重要指標